位于法国西南部的普尔多是世界知名的红酒产地 中国企业近年大力收购当地酒庄 不料却被法国警方查出涉嫌逃税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 普尔多司法警察29日表示 10家涉嫌洗钱逃税违造文件的酒庄 都同属中资企业大连海昌集团名下 海昌集团近年共投资法国葡萄酒庄24家 包含拥有数百年历史位于世界顶级行列的 圣与拉斐酒庄 法广引述法新社指出 涉嫌的10座酒庄在营运中出现违反法国税务法的行为 包含逃税洗钱、诈欺、使用违造文件等 警方在2018年第二季搜查和扣押这10家酒庄 调查发现在购买酒庄的过程中 购买公司与法国公司间的交易不符 且中国工商银行巴黎分行提供的 一笔3000万欧元贷款属于虚假公正文件 法国司法警察从2014年开始关注大连海昌集团 当时中国审计报告指出 有些地方政府与国企把政府批准的科技补助挪用于购买法国酒庄 中国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引发法国警方的注意 法新社报导指出 中国审计处估计遭挪用的金额大约为人民币2.68亿元 大连两家公司榜上有名 其中大连海昌集团利用这笔巨款购买了14家法国酒庄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道